说实话 要是让你家儿媳妇再生一个 你是想要孙女还是孙子 说实话 我更乐意要个小子 我还真不想上哪儿生女儿 我也是这样想的 唐唐 你来哄一下伯妞睡觉吧 我抱着她也没法做饭呀 我正忙着呢 你先把她哄睡着再去做饭不就行了 来 豆豆 把孩子给我吧 不用了 你为孩子呢 这边菜有辣椒 我不能吃 没事 伯妞也吃奶粉 偶尔姐姐菜不要紧 来 没事 我不吃 她不吃咱吃 豆豆 妈这有对小镯子 是你怀孕的时候买的 现在伯妞长大了 应该戴上刚刚好 妈 这是你想给自己孙子买的吧 你舍得给伯妞吗 杨豆豆 你怎么跟妈说话呢 咱妈平时对伯妞这么好 你这样话什么意思呀 妈 您是不是真的喜欢伯妞 您自己心里清楚 我一直以为您和别的婆婆不一样 不会重男轻女 我真没想到 说实话 我更乐意要个小子 我还真不想上到生个女儿 豆豆 你误会妈了 妈说那样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重男轻女 你看啊 生男孩同样是结婚 豆豆就不用泪流满面地送她出嫁 也不用为她生孩子担心 她不需要经历怀孕上土下泄 吃不下饭的难受 也不用感受手术台上 孤开十指 抛腹七成的疼痛 她只要站在手术室外等一句 拇指平安就好 孩子生出来 爸爸就能忽然自得地坐在沙发玩手机 而妈妈却要忙里忙外 爸爸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 而妈妈却要为了喂奶忍耐忌口 婚姻对于女人来说 一直都是异常赌注 我当然希望豆豆的孩子不要经历这些 可话又说回来 生男生女又不是咱能控制的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证豆豆 她不会输 妈 对不起啊 是我错怪你了 豆豆 你放心 不管男女 只要是你的孩子 妈都爱 那是你用九个月打造的心脏 是给咱家带来最好的礼物 是啊 等波友长大了 我绝对不能让张男轻而语地伤害了他 别等以后了 你用这本心 就对老婆好点 毕竟豆豆的爸妈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我讨厌他 还在这本心里 是不是很想的 我讨厌他 你用这本心 是个评伤的 你怎么做的 你会老婆好